哈喽美女 干嘛 你这是去哪里啊 关你什么事啊 你别误会啊 我就是问一下路 你问路就问路嘛 干嘛问别人去哪里啊 你到底要去哪里呗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美女美女你别误会别误会啊 我就是一个拍土机视频的 专不着美女跟土机的 你看这就是我 我看一下 这就是我 你不早说嘛 看着不像什么好人 没有没有你误会的 你们这边广东这边都不像土机吧 然后跑了好多地方 都没没有看到一个土机 哦 我们这边刚好我们是有土机的 然后我们有农场 你们家就有土机啊 对啊 那可以去你们家拍下那个土机视频吗 可以啊 你就在我们这里拍嘛 真的呀 那我就不用找了哈 美女你们这鱼餐里面有鱼吗 有啊 刚刚不是你解释 即使我的家人来抓你了 我都跟你说了嘛 我是好人嘛 哈哈 哈哈 那你们想怎么拍呢 等会儿要去你们机视里面看一下 现场就给你看 哦 那走 没想到你这个反战意识还挺强的哈 那你是陌生人吗 肯定正常了呀 对不对 就是正常的反应嘛 对对对 对对 你们这个农庄有多远呢 我们农庄的话呢 没多远就在那边 哦 我们有开车过来 要不你们坐我们车一起去吧 那你就这样子吧 你开车往那边过来 然后我走路 哦 你走路过去啊 对啊 不远是吧 不远 那我开车要怎么怎么怎么回 等一下从那边绕过去 然后我们在那边 哦 在这个位置是吧 对对对 那行 那我等会儿就来了哈 好可以哈 嗯嗯好 那美女你到了啊 哦是 哇没想你们这么快啊 嗯我们开车吧 那你去那个抓鸡 鸡子哪里啊 鸡子这边吗 那边 OK 虽然我们鸡鸭鱼都有的 我看你想抓哪一个都可以抓的 抓鸡吧 我们是专一座鸡是行的 嗯 这边里面的鸡鸭都随便可以抓 那我看你拿着抓哪只啊 可以可以啊 好可以自己抓哈 哇这广东的鸡还不错呀 不错不错 这鸡挺漂亮的 嗯 那我们就那边把它烫了哈 好 那你抓鸡这么娴熟 那你等一下啊自己杀啊 嗯好 好 因为我不会杀了 你不会啊我看你也不会 那你会不会做 我也不会做 也不会做那我都我来吧 好 哈喽车哥 做好弄好了吗 弄好了 哦看我好专业啊 是不是经常这个杀力啊 对啊我们一年也就杀两三百个吧 哦这么厉害 嗯 嗯 美女你贵姓呢 我姓黄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嗯 我们这次是从陕西过来的 这么远 还好吧 哈哈 那你要在这里待多久啊 嗯 本来要待一段时间吧 我们看那边有个柴火灶是不是 对对对 那边去 哦那我们这边柴火灶闷吧 对 相见哦 好 各位美女那个鸡鸭还有这个鱼汤都是你养的吗 嗯 是我们家的 但是是我妈妈在养 哦不是 不是你我就说你这么骗那个美女怎么可能在农场里面来 你今天是过来干嘛的 我经常来我妈妈这里玩啊 那个鸭也还不错 下次我们拍个鸭的节目好不好 可以啊我们这里很多 你们吃不吃辣椒啊 我们可以吃辣椒的 你们广东人不是不吃辣椒吗 哦我能吃啊 我们家都能吃一点 我看你挺专业的 你说你不会做饭 是因为我喜欢吃了 这不是不能吃 但是你能吃饭 我可以做饭了 我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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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老板,尝一下,有点盐啊 挺香的,可以啊,吃吧 哇,熟的,还有食欲啊 还要不要吃什么别的菜啊? 不要了,就吃鸡就好了 你要说你不会做菜,你看这鸡有多好啊 你们要不要喝啤酒啊? 不喝酒吧,我们就喝点那个就好了 喝点口就好了 谢谢,把这个地方还准备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那你喝喝可乐吧 嗯,好,喝可乐 是有点饿了,今天一天还没吃饭呢 好,随便吃一点啊 那我不客气了啊,你也来啊 吃个鸡肝 哈哈 吃啊 好吃吗?还可以,挺好吃的 你们广东土地还不错,真不错 嗯 我还没有带给广东土地,这是第一站 什么鱼? 啊 大桥,你怎么来了? 哎呀,找你可真不容易啊 你在我跑多久吗? 大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打了,你怎么接啊? 我手机放那边的,我在这边干活啊 我的个天啊,你在这里干什么? 我在熏风筒啊 找你真不容易,你知道我走多久吗? 我开了三个小时,然后山都走两个小时 就是啊,我这里比较远 我一路走一路问,一路走一路问 这边找到了 哎呀,今天太不容易了 你不是说要找我学养风吗? 所以我专门来了,你去年给我发个位置吗? 啊 然后我们给你打电话,想给你个惊喜嘛 所以就过来了 你这是惊喜啊 那我帮你吧 啊,没事 这个基本上就好了 就可以了,这很油油的吗? 这是黄辣,不是油 就是去年的那个老桶里面 当时是注了风的 然后给它一熏 这有黄辣嘛 这个到时候收风的时候就更好收了 小蜜蜂比较喜欢这个味道 那你现在是干嘛? 现在把它熏一下 把它熏好了之后把它放起来 我今年开了春之后就要收风了 哦 这么远了,你可以一定要教我 好 这必须教会 嗯 那以后你叫我师父哈 行,没问题 我跟你说一个秘诀 这个可不能外传的秘诀 要怎样? 等一会就知道了 我等一下跟你说 有一个专门收风的秘诀 等到春天的时候 就是要是你有这个秘诀的话 那石桶风有可能你全能收到 你要没有的话 那可能就是空桶 那这个里面学问很高 那是啊 哈哈哈哈 走 那你可以一定要教我 好 小童女 那个咱妈的 不是,我阿姨 你又教我便宜 在主播间教我便宜 过来还教我便宜 我教错了 教错了 在家里 在家里 全都是你养的蜂吗? 对 你很了不起 你就住在你吗? 哈哈 这个 这是我们养蜂的基地 在这里 我以为你住这里 我 这里也能住人 哈哈 走 你进去吧 那你给你坐 阿姨 在头 还认识我吗? 认识认识 认识好 你先我给他联系 好 你在干嘛 做饭吧 就是条件比较大 好 谢谢 来拿出我们的秘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认识吗 这个就是邮件的 这是疯了 疯了 疯了 我就是在桶里面 是吧 对 然后要把这个 这样 把它融化了之后 刷到那个桶里面 然后小蜜蜂他就喜欢这个味道 哦 我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哈哈 我也喜欢这个味道甜甜的 来我们要睡大师了 这个脆的 嗯 放在里面煮是吧 对 放到里面把它化了 融化掉 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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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 你可真厉害呀 你现在年轻人哪里 还有在这个山上 搞的农业的 很少了 哪里带法呀 哈哈哈 你这边带几个灭蜂回去 带几个灭蜂回去 哈哈哈 那得给你抓一个蜂啊 哈哈哈 来给你来一下 嗯 你也刷 刷匀就好了 你还要把这些水分区 打过来 你会用这个水分区 还能够带几个灭蜂 往上 你不是 要把灭蜂 给你带走 那里再来 你带走 那里 你带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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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轻一点,旁边的桶有风 哦,发尽到了是吧 对,等下出来这里我可不咬伤啊 哦,这样放啊? 对 然后我跟你说,这边有门吗? 对,有风门 这小蜜蜂踩了花之后就从这里进去了 这是啥你知道吗? 你闻一下 牛屎吗? 为什么放牛屎? 这个蜜蜂先好 你看这个地方你取了之后 它这里就有一个缺了 放水泥不是更好吗? 放水泥 放水泥,那直接给它做成楼房 用砖头做了 这样就是还原它一个生态 知道吧 懂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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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,大厂,你喝一下我问你蜂蜜 直接这样喝吗? 对,直接喝 用水泥就可以了 对 你尝一下 嗯 挺甜的 哈哈 有那个明显的有花的花香 就是一年的蜂蜜 它就是全都是白露节之后啊 然后 才取一次 我们一年取一次 所有的蜜都在一起 嗯 就是百花蜜 大春你做嘛 今天 你提前也没有说 就没有准备土鸡 然后这是腊肉 腊排骨 你先随便吃一点 我们这TT 这边条件比较艰苦 你看过来走了这么远的路 对对对 然后 在这多晚两天 明天了我们安排这土鸡 大春 那我们就下去吧 我送你们下去 不用了 你们这么远我们自己下去就好了 没事 这我天黑了 我不送你们等一下 你们找不到路啊 这黑太黑了 行 阿姨下不下去 我妈不下去 我妈就在这 行妈 我上来没带东西 阿姨帮你小红包 哎 哎 我咬了 你这个交币不方便 交币不方便 我什么东西没买 那你先买的 好 那我们下去吧 那阿姨你个人害怕上面 不害怕 哦 那行 那我们下去了 啊